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近日央视曝光了2024春节当片单 看到了肖战和庄达菲主演的新电影《射雕英雄传》 这部电影从一开始筹备都被受关注举世瞩目 再加上实力派演员肖战和武侠导演徐克 看起来已经预定成为春节当票房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央视还发起了投票 结果不言而喻 肖战《射雕英雄传》呼声最高 网上爆料肖战和庄达菲主演新电影 《射雕英雄传》的拍摄工作进入到了紧要关头 换句话来说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剧组上上下下都在 被战甚至网上传出肖战每天都是凌晨5点才下班 非常忙碌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恰恰意味着《射雕英雄传》杀青在即 毕竟要在春节当上映 据悉 肖战新电影《射雕英雄传》的拍摄工作到了最后的紧要关头 网上有知情人爆料 肖战每天都是凌晨5点才下班 尽管这样的消息并没有得到剧组确认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射雕英雄传》杀青在即 这段时间剧组都非常忙碌 另外肖战也婉言谢绝了《射雕之夜》 确实《射雕之夜》大咖云集 王赫帝 白鹿 任嘉伦等 官方不止一次邀请肖战 奈何肖战太忙 根本没时间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在安心等待这部电影可以顺利杀青 之前爆料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要杀青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不管怎么说 肖战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的作品值得信赖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肖战的表现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射雕英雄传》 是一部非常具有竞争力的电影 肖战和徐克导演强强联合 夺得春节当票房冠军也不是没有可能 另外央视也曝光了春节当上映电影的完整片单 看一看观众们的反馈投票 同样也是肖战《射雕英雄传》呼声最高 票数突破了6万 可谓是力压群雄 一起绝成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 其实这部电影一开始就被受关注 随着越来越临近上映日期 期待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正能量偶像 毫不夸张 和肖战合作的结果都赚得盆满钵满 总之恭喜肖战 也祝福肖战 越来越期待春节当了 相信《射雕英雄传》一定可以 杀出众围 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肖战是优秀的好演员 期待肖战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不见不散 都说娱乐圈是名利场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往 人们在光鲜亮丽的包装与迷离的灯光后 看到了太多的暗箱操作与利益交换 很多明星事件与他房事件 更是把人性的丑恶直接放到了大众面前 让人不忍直视 虽然说娱乐圈不是一片净土 但人们却发现了一股清流 他清澈 干净 阳光 他激起了人们深埋心底的爱 对美好的追求 从此一发不可收 没有人喜欢磨难 但他搓磨人 也成就人 有道是 不予为难 不显英雄本色 不同患难 怎见真情 不想感谢那场风暴 但他的的 却却把一个干干净净 阳光正气的肖战 推到了大众面前 让大众看到一个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的人 怎样经受狂风暴雨的侵袭 怎样挺立如竹 坚定如山 那时有多少人想按投效战认错 逼他甩锅 但他却一力承担 扛着灭顶压力 以大格局大智慧保护了粉丝 破局而出 往事不堪回首 但那些滴血故事让人警醒 让人成长 更让人平顺时之道珍惜 名利下保持淡薄 那段时间肖战有多少黑热搜数都数不过来 粉丝一觉醒来 最怕的就是又看到一个黑热搜 无论是肖战还是粉丝都被别有居心的污名化 而WB这个最有名的平台就成了重灾区 但最感人的故事就发生在最黑暗的那段时间 肖战对关于他的铺天盖地的黑热搜黑磁条 完全置之不理 从没见过哪个明星黑热搜黑话题一挂就挂一天的 所属公司看笑话 所谓背景盲撇清 真是史上最惨美有更惨 而这个置身于漩涡中心的男人 却默默地为他的粉丝花钱删掉那些黑磁条 这件事不知他做了多少 做了多久 等粉丝偶然发现心被暖的无以复加 泪花似简 他为何会拥有那么多肯真金白银付出的粉丝 只因为肖战值得 像这样感人的事还有很多 肖战是个形胜于言的人 总是想人所想 把事情做在前面 他为粉丝做了很多暖心之事 取消歌曲收费 退费 公益签粉丝名 为偏远的区也包邮等等太多了 都是默默地做 设身处地为粉丝着想 是问这样的偶像叫人如何不爱 正所谓 以心换心 双向奔赴 肖战赢得了万千粉丝最诚挚热烈的爱 讲真 作为公众人物 许多话无法素知于口 许多事也不能说 他把所有的感情与心力化 都通过歌声向爱他的粉丝 和这个世界来传递 不得不说 温文尔雅的外表下 肖战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铁骨铮铮 有气有节 既有温暖的白转柔肠 更有水泼不尽的坚韧底线 一曲红梅赞 尽显不惧冰雪严寒的风骨 一曲夜空中最亮的心 尽速对越过谎言去拥抱你的感叹与感谢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 抒发一往无前 排除万难的勇气与豪情 而最幸运的幸运则是倾诉心底最细腻缠绵的温情 不得不说 肖战智商与情商都太高 有着最灵敏的触感 最澄澈真诚的心 每首歌都唱进了人们心里 双向奔赴 用真情诠释 怎不叫人泪花飞洒 就问你 听他这些歌时 你哭了几首 记得肖战恒店做的那件羽绒服一穿就是数年 跟着他走过了好几个剧组 正所谓 练就的人最常情 我们总能在肖战的细微处感受到他的温情与爱意 就说最新的首饰操 真是难为了大帅哥 可他却耐着心一遍遍地为我们做 拍好了给我们看 可爱之余一戏品全是感动 凡此过往 点点滴滴话做浓的话不开的情 一许终身 不离不弃 华策娱乐观宣了一则令人瞩目的消息 优秀男演员肖战即将在电视连续剧 藏海戏林中担任主角 这无疑是一项振奋人心的决定 御用导演郑小龙先生单纲指导 强大演员阵容正式亮相 而关于剧情方面 将紧密围绕神秘梦幻的 藏元素展开 等你来探索每一个细节 我们相信 这部凝聚了华策娱乐心血的电视剧 一旦问世 必将引起不小的轰动 对于肖战即将在藏海戏林中的亮眼演出 业内外人士 无不对其充满了期待 我们期待着他再次展现非凡水平 将角色塑造得更加立体多彩 同时 芯片剧情的复杂设定同样引人入胜 等着我们去揭开层层谜团 对此 粉丝们纷纷表示兴奋无比 纷纷留言盼早见上映 为肖战加油助威 总之祝福肖战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一切安好 天气越来越冷了 希望肖战和所有的 小飞侠 要注意保暖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临近跨年和春晚 也不知道能不能等来肖战的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